也许你没意识到,你的气有可能是常年累月地浮在上面的,你只是感到胸闷气短,肩颈酸痛,头重脚轻,烦躁应怒,你并不知道这是常年气浮的结果。 为什么气会浮起来呢?首先,需要了解下,气是怎么被调用的。凡是用力的地方,一定会调动气。 力气,力气,用力就要动气。比如,摘掉这个残花,调用手上的气就足够了。 但你拔这棵杂草,手上的气就不够用了,就要调用肩肘的气。 如果你去推动这个车,肩肘就不够了,要用腰腿肩肘的气。 等到腰腿肩肘的气也不够了,就要借用脏腹的气。 这就动了周身之气。 当一个人思虑的时候,会调用头部的气。 但如果长期不断地思虑,头部的气就远不够用了,就会借用周身的气。 思虑不止,气就都浮在上面。 久而久之,就下不来了。 浮着的气会瘀制,膨胀。 为了不疯掉,你就要压制。 膨胀和压制碰到一起,就容易憋闷,暴躁。 不仅仅是思虑,现代生活很少用全身力量干活,大多是上肢活动。 这个习惯就形成气在肩、胸、肘、手、身体的上部徘徊。 还有面部的尾式,表演。 控制面部表情。 更重要的是手机族的过度用脑、用眼,都是造成持久气浮的原因。 如果你的气长期地浮在上面,会怎么样呢? 浮就会噪。 一个人长期地心熟气躁,就会破坏自己的生活和身体。 如果你一直向上用力,就会气熟。 如果你能把向上的力放下来,就是沉着、冷静。